今天 回來很前我騙的啦 余天啦 我們今天有77%的上班族入不敷出 怎麼會這樣 我們今天是討論這個物價指數 來 讓這個全民航空 Captain跟空姐聽說他還要說什麼 嗨 大家好 上一趟大家都知道了 我是董事長的千金女兒 優優 欸 機長咧 欸 機長咧 欸 機長 欸 機長 我老公怎麼會不進 欸 大哥耶 欸 欸 我你在這裡 欸 不好意思 欸 不好意思 你在這邊囉 對 我在這邊 沒有阻礙到你啦 欸 有 不過齁 你現在沒事做齁 欸 頭咖那邊有點髒 來 擦一下 喔 好 好 比較久了 你們聊你們的 我來擦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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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去哪裡啦 我怎麼沒看到啊 看過你怎麼會跟我說 我怎麼沒看到 你怎麼給我打下去 你給我去買啊 去買啦 喔喔喔 是是是 好快喔 是 姐妹們啊 我們等一下下飛機 要不要去吃三明治呢 我跟你們說 現在五星期的三明治好便宜喔 台灣那裡才377元 上個月去TOKYO 是802塊 如果Paris的最浪漫的960 要不要去吃呢 有 有 你知道啊 因為我們之前 還是實習COGEN的薪水 一個月也才2萬2 377塊三明治 我都可以吃三天的排骨便當喔 2萬2 難怪你胸部這麼小 喂 你們是罵到兩個人啊 開始啦 我是說 2萬2是我的零頭 像我爸呢 一個月都給我22萬 我還錄不付出呢 我靠爸怎麼呢 喂 他是有咻咻你是不是啦 如果你有跟我爸爸 一樣的爸爸 你就不會這麼說了 像我的爸爸 不但被公司放了五星價 而且還有房貸 車貸 雪貸 好多代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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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 都換不完 如果你有跟我爸爸 一樣的爸爸 你就會動了 一代一代一代 要不要去 對 我這樣一聽你 我就這樣很難過 沒有關係 有空啊 多跟叔叔聊一聊 聊什麼聊啦 還記得 還記得平妹 這時候就不會忘詞啊 打從心裡就不會忘了啦 旁邊旁邊去 好了好了 不要吃不要吃了 那這樣子好了 我們等一下去購物如何 悠悠啊 如果你有跟我爸爸 一樣的爸爸 你就不會想要購物了啦 你知道我們家 現在已經要獨更被拆掉了 我們要從40坪的房子 搬到剩下10坪的小公寓 薪水也沒有漲 如果你有跟我爸爸 一樣的爸爸 你就沒有心情購物了啦 卡卡... 叔叔跟你講啊 那這樣好了啦 你如果真的家裡待不下去 就搬到我那邊 我那邊啊 六房三廳啊 六房三廳啊 你問我多少錢 塔位 塔位啦 好啦 算了啦 如果你們有跟我一樣 我的爸爸的爸爸的話 幹嘛 跟我爸爸一樣的爸爸 如果你們有跟我 一樣的爸爸 的爸爸的話 就不會這麼煩惱了 看你們這麼煩惱 你看我是機長 我是那個董事長的女人 其實長得被我的奴隸了 欸 大塊 有啦 這頭腳啊 你是在做什麼 對... 小心我廢了你啊 對... 不要再說啊 你長得醜 你長得那麼醜就算了 沒想到你還完全不能哭 咪嗦哭 怎麼心情那麼壞啊 都不知道我們小老百姓的生活 對啊 你們當然沒有感覺啊 現在物價一直上 老百姓的薪水都沒有漲 你們這些過得爽爽的政府官員 你們知不知道我們好痛苦啊 謝謝大家 喂 我心裡啊 這些薪水不漲 這一定很久的問題 這不是這兩三年了 來 我們進廣告 我今天討論這個 是要怎麼結成開銷來度日 來 小鐘你... 你來講話嗎 結論一下 其實因為我現在看到大家的生活過程 因為物價很高 大家過得都很無奈 就像我小鐘有時候走在路上 我也覺得很無奈 因為大家都看到小鐘就想說 小鐘哥 可不可以講個笑話來聽一下 所以我每次都準備一堆笑話 我就想說 我哪有那麼多笑話可以準備 對啊 你不是出事洋來講笑話 對啊 其實是有啦 比方說我就講個笑話好了 有一隻蚯蚓 他在半夜睡午覺的時候 我就很無聊 他就覺得很無聊 他說 剛剛拿個刀子把自己切成兩半 然後就變成兩隻蚯蚓 他們就跑去打羽毛球了 他媽媽蚯蚓媽媽一看到就說 可以這樣子玩喔 於是媽媽就把自己身體切成四段 他們四個人就開始在打麻將 秋雲爸爸也看到 可以這樣子玩喔 他就把自己剁得很碎這樣 剁得很碎 然後那隻秋雲爸爸就死掉 媽媽就很生氣 就問那個爸爸講說 你怎麼可以把自己剁得這麼碎 剁得這麼碎真的會死掉耶 我只是忽然想踢足球 然後再問大家一個啦 請問為什麼 為什麼聊天要叫做聊天 因為陳志凡有說過 要卸的東西太多了 那只好卸天吧 所以要聊的東西實在太多了 只好聊天吧 你聊於天喔 謝謝大家 太喜歡了 因為人家現在冷笑話 治癒於人 自己如果聽不懂 別人聽不懂 沒關係啦 自己好玩就好了 這個孫雲 孫雲比較高檔 我覺得我應該要來救一下 最後一段的收視率 我想呢 其實今天的主題很簡單 若不復出 一點都不是一件壞事 它是一種優雅的生活型態 歐洲人從來都是這樣喔 賺一萬塊花一萬塊 賺十萬塊花十萬塊 賺一百萬就花一百萬 他們從來不儲蓄 因為這樣子沒有錢了 才會更努力的工作啊 如果你把很多很多的錢 留給你的小孩 他就不用工作 就會不珍惜 所以雲雲鼓勵大家 如果你家還有存款的話 趕快來逛微風廣場喔 保證你從一樓逛到三樓 就一定把錢都花光囉 這樣子你的小朋友 你的小孩就會努力賺錢 更珍惜未來 所以入不復出 是一種優雅的生活時代 大家一起來好好的花錢喔 謝謝 謝謝 好啦 照這個邏輯 好像我活得也很快樂 一個禮尾沒有選到 欠兩千幾萬 我現在也是舉在注入 因為你接到一個新節目啊 對啦 誰會怎麼做 對啊 很努力工作啊 謝謝大家 我以後會在演藝圈 繼續努力啦 謝謝大家 好 明天同學見 全民最大黨再見 恭喜…大家 小鐘謝謝 好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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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